你上哪儿去了这儿是 怎么才回来啊 我还能上哪儿去啊 这屋里总共就仨人 我不是在你这儿 肯定就是在你闺女那儿吧 那丫头还跟我置气呢吧 你说话什么了 谁敢跟你置气啊 你闺女你还不了解 就五分钟的气息 一会儿就好了 来 我刚才想了想 让你回地下室住 这个室不太合适 反正你现在也有钱了 是吧 找一好的地方 租一公寓 此本住了也舒坦 住的再好 睡觉也就一张床 那地儿我住习惯了 一个人 也没那么多讲究 不是 让你搬出去住啊 不是说都不让你回来了 你该回这儿吃饭 你还上这儿吃饭来 行了 别看了 知道哪儿 我还不让你带我选择 你这儿看见 我去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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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比比比比 借我用一下 这手表呀 又转回来了 二手的 什么二手的呀 这本来就是我的 前一阵子不用资金紧张吗 这流转一下 合着您把您的手表放到转转上 转一圈又转回来了 您可真够长情 倩倩 你能我说实话 你为什么不想回家 以前呢她是我爸女朋友 横竖都是外人 现在她跟我爸领证了 反倒我成了外人了 那人家是已经领证了 你也没有办法 你这人不是挺开放的吗 怎么一下落落俗套了啊 再开放我也是人啊 我刚在你这儿住的时候 你不也得适应几天吗 再说快中考了 我总不能分心想别的事吧 而且呢我也想都陪陪你 怕你一个人太寂寞了 又这还算你有点良心 你说你也没有个男朋友 情绪还特别不稳定 就快更年期了吧 更年期就得有人陪着 也没人陪你 那我就想着我来呗 沈姐姐 你这前一局还挺中听的 你这好不过三名 我 喂 彭导 您在北京啊 那行啊 那行啊 什么时候我约着小雨啊 咱们请您吃顿饭 你要来拜访我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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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人家家啊 既然你在我这儿住 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给你十五分钟 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都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超过一分钟 我要看到不是我的东西 我另外就认出去 你